今天呢,要去機車露營啦 因為我前陣子在大創有發現 大創有賣很可愛的粉火台 收起來跟那個B6君差不多 我覺得蠻有趣的就買下來了 這次也會開箱大創的粉火台 好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說這個粉火台還蠻搶手的 確實我桃園三間大創 我只找到三個 對這個粉火台有興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你家附近的大創去搜刮一下 它其實有點像是粉火台煎烤爐 我明天晚上的話是規劃要用日式燒烤啦 對,我中秋節去年沒烤到 我今天也把它烤回來 哈哈哈哈 你看 大創粉火台 這超迷你的 對啊 看你手掌的比例整個就覺得很可憐 大概放四片肉就滿了 四片切過的 所以我今天所有烤肉的東西我都已經先切好了 我們來開箱粉火台 這是2023新出的產品 目前台灣蠻搶手的 一個是299 它有附一個收納袋 像它整個打開的話 總長 總寬大概是13.5x12x14的大小 YouTube去搜尋 你會發現很多日本的玩家 對這個粉火台進行改裝 有各種神奇的改造影片 拿起來就這樣 小小的一個 大概跟一片吐司一樣的大小 打開來呢 它裡面會有兩個架子 那這個是上面的烤網 你可以在上面烤肉啊 還是你也當爐台 那下面這個是柴火架 就是讓你今天在下面放木材的時候 它有一些空氣流通 可以讓空氣從下面吸進去之後 下面的木材燃燒會比較好 使用方式的話 它就是有兩個門嘛 那這兩個門呢 它都有這個 鉤子 那去扣住 對面 直接扣住就可以了 爐架是在上面嘛 那你就直接從這邊去調整火源 或者是添加爐火 酒精爐啊 或者是固態燃料啊 這個也可以當成爐台間 那個擋風板的功能 就直接固態燃料放著 那架子架子之後 你上面要放平底鍋都可以 晚一點的時候我們會直接 它這個粉火台烤肉 看效果好不好 它這個寬度是正方形的 大概可以放四個原子炭 剛好一二三四 放進去剛剛好 網子啊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還是讓它超級預熱一下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刷油 等一下比較不容易燒 那這次準備的呢 好素菜就是杏鮑菇 還有青椒 那我有在準備兩個泡菜 可以泡那個生菜還有燒肉的 這一盤的話是海鮮類 然後我有準備豬貝分兩個口味 這個是香檸口味 香檸胡椒 那這個是做燒燒的 然後還有準備這個烤魷魚 還有青魚 那這邊的話就是肉類的 上面的話牛肉有兩種 黑胡椒牛肉 那這邊是孜然牛肉 然後這個是五花豬 然後上面這個黑黑 這是迷貼香 那還有小香腸 然後還有做這個是燒燒的五花豬 跟燒燒雞腿 今天就是一個 分火台測試烤肉派對 燒燒雞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